安装工具展示 1. 检查外包装箱是否完整 2. 打开包装箱,确认柜体完好 3. 确认升降柜背后的安装配件是否齐全 4. 用橡胶锤轻轻敲打准备装挂升降柜的墙面 确保墙壁结实牢靠没有空骨现象 5. 在墙壁上用镭射水平以打出水平线 并确定此水平线离地面距离 6. 以镭射水平线位基准,定位出电动升降柜顶部线条 7. 在升降柜顶部线条上,定位出其左右侧板的基准点 8. 用掉码挂片定位卡,定位掉码挂片孔位 8. 注意定位卡上的箭头,分别指向升降柜体顶部线条和左右侧板外侧定位线 9. 用冲击钻沿着定位点打孔 10. 将膨胀螺丝的膨胀管和螺丝分离 11. 把膨胀管放入空洞中,用橡胶锤敲打使其与墙壁起平 11. 用橡胶锤和小刀,将多余外露的膨胀管切除,使墙壁平整 12. 把挂片用入墙螺丝固定,用螺丝锁紧,使其紧贴墙壁 12. 每个挂片必须锁好全部三颗入墙螺丝 13. 检查掉码挂片安装位置是否准确 14. 解开电线插座,将插座线绕到升降柜前面 15. 调节升降柜体背部的掉码螺丝,使其挂钩涂出于木柜侧板 16. 两个人将升降柜稍稍后轻,一手扶住升降柜顶部 一手以柜子侧板受力抬起升降柜,并挂在墙壁上 17. 接通电源,按下开关底板,测试升降柜可以顺利升降 18. 下降升降柜约200到250公里,伸手至下门板背部,打开门板安装拨杆 19. 轻抬门板,使下门板和升降柜安装扣件分离 20. 完全打开门板,调整升降柜掉码上的螺丝,使升降柜与墙壁完全贴合 21. 调整升降柜的掉码下螺丝,使升降柜与顶部定位掀起屏 22. 将下门板左右两边的安装金属片上的定位销钉和升降柜拨杆旁边孔位对齐 装上门板,扣紧拨杆,即可完成门板的安装 注意,左右两边的拨杆,必须扣至低于90度 23. 若门板缝隙存在偏差,可以轻轻扣开下门门板,调节左右的微调螺丝,即可实现门板的前后,上下微调 23. 更换门板步骤 23. 卸下原来的门板,卸下下门板左右两侧的安装金属片 23. 再新背板背部画出定位线 23. 以三线交汇点定位出螺丝孔,固定门板安装金属片 23. 将下门板扣上升降柜,测试其安装是否平稳顺畅 23. 微调左右安装扣件上的微调螺丝,使下门板齐平左右侧板,完成下门板的更换和调整 23. 卸下升降柜顶部的电机舱盖板螺丝,取下盖板 23. 卸下电机舱前板和上门板的固定螺丝,取下上门板 23. 用电钻和螺丝从电机舱的背部往前打螺丝,固定好上门板 23. 确保升降柜运行顺畅后,盖上电机舱盖板 24. 确保升柜盖板的固定 感谢观看